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临县是位于山西省的西部 近闪大甲国的中段 其县城距省会太原市 约130千里 黄河流经之此地 在其东岸11米高的崖壁上 各种图案造型 犹如画卷一般铺展开来 形态千奇百怪 更为奇怪的是 在整个黄河沿线上 人们只发现临县 这个一小段河道的东岸上 出现了这种非同寻常的奇观 那么这些精美绝伦的造型 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 它们为何只出现在黄河东岸呢 它们的成因 又是否与周围某种 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呢 狗牙上的造型千奇百怪 或扭曲突起 或盘旋深陷 极具抽象意味 有些崖壁上 密布着石沟 石堪 石窟 凹凸间 韵味十足 还有一处崖壁 颇为奇特 有横有树 直中带驱 好似一种文字 当地一些老辈们都说 那是神秘的天书 由于大多数的图案 多呈现出浮雕样态 又出现在黄河岸边 所以被人们称为黄河浮雕 关于这些浮雕为何出现在这里 人们也是众说纷纭 有些是冷宫的好像 可能是黄河水冲沙存的 最窍的运动 大概是 黄河就像是一条金色的条带 蜿蜒流淌5400多千米 在这条大河的沿途上 分布着壮观美丽的奇迹 在林县的西南方向 约580千米的地方 是甘肃省井太险 黄河流经此处 河岸边的峡谷 形成了独特的石林地貌奇观 石柱形态 有的是人物 有的是动物 行神兼备 栩栩如生 而在黄河临线段的 上游约200千米处 是黄河流入山西的 第一站天关线 黄河东面 一条支流的大转弯 因酷似弯弯的牛角 故称为老牛弯 在这里 长城与黄河并行前进 似两条巨龙携手飞舞 黄河在山西城永河县 和陕西省延川县处 形成了一个S型大转弯 宛如天然的太极图案 所以人们便称这里为 乾坤湾 从乾坤湾出发 在其下游 约60千米的地方 就是著名的湖口库库 黄河奔流至此 两岸石壁俏丽 河口收树 狭如湖口 激流澎湃 大气磅礴 黄河向东奔流 在山东城 汇入温海 黄色的河水 在入海时 与蔚蓝的大海 形成了鲜明对比 共同绘制出了 一幅多彩画卷 与黄河沿途的 这些奇特景观相比 黄河浮雕显得更加 令人难以捉摸 其无拘无束的线条 天马行空般的造型 让人很难判断 这些浮雕 究竟是由人工雕造而成 还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黄河浮雕的背后 是否还藏有其他的秘密呢 为了解开这些疑问 地理中国设置组 来到临县展开考察 在途中 一行人路过了一个 叫李家山的古村落 只见房屋一泊而建 古土的民居 层次分明 错落有致 记者发现 建筑中有大量的砖雕木雕 精美的工艺 更令人叹为观止 当地记者告诉设置组 李家山村的砖雕木雕手艺 传统由来已久 很多当地人 都以这门记忆为生 张旭峰是当地的一位雕刻艺人 他告诉记者 自己的很多作品 其创作灵感 基本来源于黄河浮雕 根据它的形状 稍微刻一点线 就是出来一个指头啊 头啊 嘴啊 这种形象 在它的带领下 设置组登上船只 沿黄河逆流而上 不多时 黄河浮雕的神奇景象 逐渐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设置组停船上岸 近距离地去观察这些黄河奇景 只见神奇的图案布满一整块崖壁 曲线回旋 勾槽深陷 酷似抽象派大师的杰作 这时 记得发现 在接近水面的岩壁上 有一些弯曲凹陷 呈现出波浪状 不断涌动的水浪 似乎还在继续塑造着它 有句成语叫水滴石川 即使在自然界 通过水流冲刷 切割出来的地质景观也很多 在黄河中下游 就有一条龙寒大峡谷 两侧的谷壁 因受到不同时期的流水切割 形成了微微壮观的拨痕绝壁 那么 神奇的浮雕图案 是否也是水流冲刷侵蚀而成的呢 为了寻找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设置组沿着崖壁 继续向上 来到了距黄河岸边 约400米远的一处山坡之上 记者发现 这些山坡的崖壁之上 居然也有类似浮雕的图案 如果是水流侵蚀 水面怎么会涨到这么高的位置 即便是黄河洪泛时 水面涨到了这个位置 但短时间内 洪水也很难冲刷出这么复杂的浮雕造型 设置组返回船上 沿着黄河继续前行 在一处崖壁上 记者发现了另一种风格的浮雕造型 巨大的回廊直通崖壁顶端 有几处已经被洞穿 这个还真是很奇妙 就像洞一样你看 穿透了 而且这边好像还有一个柱子 这整个是个镂空的效果 攀上崖壁 记者和张旭峰看得更为清晰 这些岩石线条十分圆润 变化多端 这与风化景观倒有几分相似 难道黄河浮雕是风化现象造就的吗 说到风石地貌 最为典型的就是 位于我国新疆的魔鬼城了 那儿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古湖泊 湖泊干涸之后沉积下来厚厚的泥土 被夹杂着沙石的大风 雕刻成了连片的或似城堡 或似雕像的景观 千字百态 令人浮想连片 经过记者现场验证 这个黄河浮雕所处的这段崖壁上的岩石 确实有的疏松 有的结实 硬度并不一样 加之这处崖壁地处 黄土高原地区干燥多风区 河岸边这个岩石疏松的部位 很可能会被强劲的风力侵蚀掉 由此看来 崖壁上一些看上去比较立体的图案 或许就是风石的杰作 然而再见 接下来的考察当中出现在记者眼前的另一块崖壁 却又给刚刚的推测 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船只继续前行 当前行到距离记者之前的观察点 大约300米的地段时 一处崖壁上出现了众多大小不一的孔洞 形似时堪或时枯 接近这些洞穴记者发现 这些洞有的是口小度大 甚至还有大洞靠着小洞 有几个小鸽子握着 由于这些洞窟可以遮风挡雨 一些鸽子也把家安在了这里 一位队员说 流水侵蚀和风化作用 很难形成这种孔洞 难道还有某些未知的力量 在对黄河浮雕进行创作吗 在考察中 设置组遇到了前来了解 黄河浮雕的一位地质专家 队员们决定跟随专家 一同展开考察 严君平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与旅游学院教授 对黄土高原地区的地理环境 有着深入的研究 严君平教授 首先来到了孔洞密布的崖壁下面 进行考察 这时一块岩石上的细节 引起了严教授的注意 你看这个还有绿的 这边也有 这就是那种包裹体 河流或者是湖泊成绩的过程中 包扎一些大的颗粒和卵石 这就是更早期的和卵石 严教授告诉记者 这种包裹体 有石英质岩石构成 他推测 崖壁上的沟槽和孔洞 有可能就跟这些包裹体有关 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 考察组决定 扩大考察范围 从黄河岸边 扩大到岸边的山坡之上 在一处山坡的崖壁上 考察组有了新的发现 根据专家的解释 在这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大家看 我手中的这块橡皮泥 就好比是沙岩岩壁 上面镶嵌的鹅卵石就是包裹体 当外力作用侵蚀之后 这个沙岩逐渐被剥落 就像现在这样 大家看 那石头失去了固定 就从这个岩壁上掉了下来了 在沙岩表面就留下来 这样的凹槽和圆形的印记 随着外力侵蚀的继续 这些印记逐渐地被扩大和变形 就形成了 大家看 现在岩壁上的沟槽 石窟和石砍的造型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为何有些孔洞都是口小度大 有的洞中有洞呢 按说这石头脱落之后 不会形成这些造型 又是谁一直在塑造着浮雕所在的崖壁 穿行水上 一处奇特的景观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举头望去 只见一些酷似文字符号的线条 布满一片崖壁 布局规整 树植的笔画间 还穿插有横向的笔画 向导说 当地人把它们叫做天书 它也不是那种包巢 你看很明显 而且树条一道一道一道 从线条上看 天书似乎与沙岩中的包裹体 没有太多关系 其规整的形态 也与之前那些无拘无束的浮雕 大相径庭 这神秘的天书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现在吐起来这个一条一条的 要给宋志延长的接链 接链比较硬一点 接链之外的部分被拨失掉了 那这个寝石是什么的力量在寝石上 那这个寝石呢 也可能与流水有关系 因为沙岩的抗寝石能力比较差 只有比较硬的才暂时保留下来 严教授认为 降雨过后 水从锅上流淌下来 顺着岩石的节理和层理 塑造出了这些天书 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在相对干旱的西北地区 一场雨过后 地表浸流很快就会结束 对岩壁的冲刷也是间断性的 单凭流水 很难形成这么立体的轮廓 在之后的考察过程中 一块岩石上的隐约可见的白色物质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尝尝这个 咸 咸有点色 难道这个白色是盐吗 有盐分 应该是一座盐 随后考察组发现 天书所在的崖壁 也有这种白色物质的存在 专家推测 黄土高原上的黄土中 盐含量丰富 降雨过后 它们就被稀释到了地表水中 顺着崖壁下流 水流过后 砂岩表面残留的盐 经过蒸发 就会形成盐结晶 盐本身不仅有腐蚀作用 集结晶还可撑开 沙岩表面的裂系 再加以风化作用的辅助 使得盐壁酥软的部分 被侵蚀较快 相对较硬的结理和层理 受的影响较小 于是便形成了天书景观 这种作用被称为盐峰化作用 据专家介绍 这黄河浮雕的形成 盐峰化起到了主导作用 这盐的来源主要有两种 哪两种呢 一个是临县所处的 这个黄土高原上 黄土中盐含量较大 盐会被降雨流水 带到黄河岸边的崖壁之上 从而产生了盐峰化作用 除了天书所在的盐壁 考察组在石窟 石刊和沟槽 出现的这个崖壁上 也发现了盐结晶的痕迹 专家说 正是因为这个盐峰化作用的存在 使得包裹体与周围的这个沙盐 形成了明显的差异性的峰化 包裹体脱落之后 这盐峰化对其留下的凹陷 继续进行塑造 专家还说 这沙盐本身也含有盐 这是盐峰化作用当中 盐峰的另一种来源 之前咱们不是看到 还有这个口小度大 和这个洞中有洞的这个造型吗 专家解释出 这很可能就是 孔洞内部的盐体中 吸出的盐结晶之后 对其内部酥软的部分 进行了腐蚀 从而产生了这些特殊的形态 那么除了盐峰化作用之外 能够塑造出如此壮观的黄河浮雕 还会有哪些自然力量的参与呢 严君平认为 在离水面较近的盐壁 水石作用会比较明显 浮雕会呈现出如波浪般的造型 而有一些崖壁上 因为盐性的软硬不一 会被侵蚀成巨大的回廊 因此这表明 风石作用对其影响更大 也正是由于盐峰化 水石 自然风石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唯妙唯孝的浮雕器官 才得以处理在黄河岸边 但是黄河浮雕 只出现在临线河段的东岸 而一河之隔的陕西岸边 却没有这种景观 为此考察组横渡黄河 来到了对岸的陕西省嘉县 进行考察 考察组发现 黄河西岸的嘉县 黄土层的覆盖厚度 要明显大于临线 就这个黄土非常厚的 大概有多少米呢 这有近一百米 也就说明 黄土在形成的时候 这个地方山地也比较低一点 逆河之隔的两个地方 地貌类型 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专家说 距今约一百六十万年前 黄河应运而生 黄河在黄土高原东部 切出了一条南北向的 近闪大峡谷 峡谷两侧 虽同属黄土高原 但山西一侧的林县 背靠铝山脉 因地势陡峭 黄土覆盖较少 后层沙岩出路面积较大 因为失去了黄土层 这个覆盖层 所以东岸的沙岩 更易于被水石 峰石和盐峰化 从而形成了 千姿百态的浮雕景观 随后 考察组沿林县的黄河河岸 展开了更大范围的考察 专家说 河岸边出路面积较大的 厚层沙岩 不仅是黄河浮雕形成的基础 而且相对一些黄泥河岸 沙岩河岸更为坚固 再加之 此处河段水流平缓 适宜修建渡口马头 所以林县自古就是 重要的水运的枢纽 控制着通往山西腹地 与陕蒙地区的黄金商路 是这里成为了黄河中游的 一座商贸重镇 壮观的黄河浮雕 如今成为了黄河上 一座精美的自然艺术画廊 在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上 不仅有众多的自然景观 也与沿途的多种地域文化 有着千丝万里的联系 黄河携带着黄土高原的泥土 顺流东下 在河南西部形成了宽广的台地 由于这些台地土质肥沃 靠近水源 这里自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明 为中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当黄河流到下游的山东境内之后 形成了面积较大的冲击平原 河岸边的泥土细腻 粘性好 在新石器时代 这一地区的人类就利用这些材料 烧着出了一种漆黑光亮的黑桃 而以黑桃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 就是著名的龙山文化 由此可见 这黄河不同流域的不同地域环境 对不同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可谓是影响深远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次见 再见